Hello 大家好 今天Milano Yuki又回來了 今天要說的是 基本上要去一個新的地域 我現在的LV已經去到90 所以42D 遲些會去這個 日文叫做什麼 Kamaiin 不知道什麼的位置 我查過一些中文翻譯 叫做什麼 煙之熊 煙之熊 或者叫什麼古代都市遺跡 的地方 但是 現在就沒有一個正式的譯名 當然 我暫時叫做煙之熊都市 哈哈 我不知道 因為它主要是一個沙漠 那怎樣去呢? 基本上你去到這個唐卡 唐卡島 我們要去這個 煙之熊島 當然我們要在這個唐卡 這個位置 在這個唐卡位置 看到一個NPC 是這個日文字 Kamaiin 倒行的NPC 然後通過對話 給5千元 它這個地圖 就是沙漠地圖 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應該沒有地圖 出來的 我也是第一次走 所以我就要看著這個攻略去做 基本上 第一次由這個沙漠海岸 我們叫做這個 煙之熊海岸 或者叫做 根據我自己 沒有官方譯名的我自己 由海岸去到一個 他們主要的沙漠城市 有什麼步驟呢? 讓我看看 從海岸到這個沙漠 需要做這個流程 如果不是的話 進了沙漠之後 就一直會 往不走 就進不到主城 地圖就不斷循環 那第一部分怎樣做呢? 第一部分就是 跟一個NPC 就是看著沙漠的老人 對話 應該是這個 對 右上的地圖 他沒有展示出來 跟這個老人家對話 對話 對話 他問你是不是要穿越沙漠地大 應該是 教他 教你走 那穿越沙漠怎樣走呢? 第一個地圖就要走西邊 第二個地圖就要走北邊 那 之後進入 進入之後就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說完之後 就 由地圖北方 這裡有一個傳送點 走進去 往北走到進入沙漠 然後走到西側出口 進入下一張地圖 這就是第一幅地圖 那怎樣去衡量 究竟我們走哪一個方向呢? 點你的滑鼠 右按兩下 然後他就會修正回到北方 那北方呢 當然你前面是北方 右邊是東方 後面是這個南方 左邊是西方 那他剛剛老人家教你就是 先走 第一幅地圖走西方 那我們就沿著西方 那邊走 那 當我這樣 卡卡卡兩下 面向北方 現在向西方 可以走這邊 那走不到呢 不要緊 因為你其實看到地圖的分佈 有些邊界的位置 就看到 就算走不到 你沿著邊可以走 那當然第一次我不熟 所以我貼著邊走 盡量都是貼著邊 那走多少 那遠處照先走 那當然這個是最蠢的方法 那當然這個是最蠢的方法 哈哈 那但是我沒試過 所以不知道 那繼續修正路線 那繼續走西方 那應該要走這邊 那應該要走這邊 因為我就不想說 減掉任何一個步驟 因為沙漠始終是最複雜的地方 所以 可能要看我怎樣走 那就是 那我一隻小豬 就有他們自己打 因為都暫時 試過 他自己打都沒問題 那應該貼著邊走就可以了 那繼續 不定要修正路線 向你的左手邊走 就是西方的位置走 那應該差不多了 這邊 這邊 這邊應該是 那如果走得到的時候 他就會自然 傳送你過去 你去下一個地步 那遲些走熟了的時候 這些教學 就當然不需要 但是現在第一步 我就需要走 那之後可以查回座標 在哪個位置可以走出去 應該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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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能不能先把座標標標標標標 應該再遲些 這裡有一條隱形的巡迫 應該是西北方 都是這邊 那邊的巡迫 我個人都不是 那邊的巡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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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巡迫 是在右邊的巡迫 又是在左邊巡迫 這裡應該要走到北方 先走 應該是這個位置 好啦,那因為... 咦,這裡的位置 先看看 OK,走出去 好啦,那這裡是什麼位置呢 那西方 應該是這個位置 看看 對,這個位置 進去之後,看看這個是什麼座標 先記住它 3124 3124就是這個 X座標是3 1,2,4 就是第一幅地圖 西邊的出口位 這個入口 應該是地座標是什麼呢 座標是253 127 第二幅地圖 第二幅地圖 就是向北邊走 我們繼續向北邊走 總之,向你的前方 正前方走就對了 卡到的位置 所以就不要理它了 沿著這邊邊走 那這個應該是... 死後位 死...死了的位置 那我這個比較笨 當然你們走熟了 沒有所謂 我就走不熟 所以我用我自己第一次接觸的方法去走 繼續向北走 正常來說,向北走是可以不斷走的 應該... 應該... 在這裡 對啦 那你鐵住那邊就自然可以走得到 好,OK,找到了 再找一次 欸,轉了晚上 再找到晚上 喔,即是走兩次會轉到晚上 不過不要緊 出回來之後轉到晚上 那... 這個座標出口位是128.2 那這個是第二幅地圖 那那個... 如果北邊 入口... 呃... 入口... 這邊出了之後呢 那再從這個... 北... 北邊出口 進入這個... 這個... 帳篷地圖 帳篷座標是114.79 就是過這個地圖之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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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可以先記錄一下 127.253 OK,記住啦 這個就是...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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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幅地圖之後 進入帳篷前的座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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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 ajudar... 夜 deciding呢就走到帳篷的位置 直走走到他了 這些衣服我能上到他的 然後要解放到他ena se dot 然後進入帳篷 後再出來 那... 那... 那帳篷的座標呢 那... 那再 我再設一設 1.177... 1.14.79 就是有這個座標 那... 是現在要開始當夜晚了 1.0... 好,那先進帳篷 進帳篷後,其實很遠就可以看到這支旗 帳篷座標14.79 進帳篷後,再出來,就走這個地圖的最西側 出到下一個地圖,就立即轉身回去 先聞一聞這個 這個不用了,先進帳篷 好,進帳篷後,走這個地圖的最西側 最西側就是帳篷的後面 剛剛修正了之後 就是這邊 先進帳篷後 繼續向你的左手邊走 原無意說剛剛應該是早上 只不過我走了兩次,所以就當我晚上 左邊 左手邊 卡住了 應該是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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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向你的西側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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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緊要 那麼現在呢 喔 轉回 日出 離了 進來了這個沙漠城市 尋找多次 先看看 因為我第一次走 他是自然地飛過來 總之向最西邊 沒有記住 但要進口 應該可以找到 總之向回頭走 253127 立即轉身回頭 這時候就會進入了一個綠洲 走到這裡 進入了這個綠洲 是這個胭脂紅沙漠的綠洲 是日頭來的 再從這個入口 回到這裡 進入沙漠 按照不出口 西出口 不出口順序 到達沙漠的主城 這個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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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 買水 街頭 這個是屬於 這個是沙漠城的綠洲 我們走回頭 出口 這個整個出口位 先說一下 即是綠洲 綠洲 然後 座標 記住這個座標 是出口 64.115 就是出口 OK OK 出回去之後 入了進入綠洲 之後 再從這個入口 回到沙漠 走回這個沙漠 入口 按照北邊出口 西邊出口 再往北邊出口 好 先去北邊的出口 沿著北方走 我也是第一次做 不知道成不成功 卡住了 先走去北方 出口 應該是這裡 黑色線 好像在這個位置 這是邊界的位置 黑色線 然後是左 沿著北邊走 可能流程有點亂 因為第一次走 應該是這裡 見到一點點出口 在這個位置 先把座標標標標 出了六周之後 北方位置 131.1 這個出口 這個是 出了六周之後 第一個步驟 向北邊走出口 然後繼續 出去了 現在轉了黃昏 看來我不應該這樣 黃昏的時候 128253 剛剛出口 好 調整一下北方 向西邊出口 走 這邊沒有難度 我們現在向西邊走 這裡應該不是 剛剛那個藍邊 西邊應該是走這邊 看能不能走到 他也不可以走 為什麼要過他呢 因為有個叫 煙之虹為止 我想去打 聽聞那個是屬於 上級地圖 就是比較高階一點 升等級快一點 不是這裡 欸 似的在這裡 這條線也是出口 其實你看到一些人 應該是這裡 對了 到了晚上 好 找回出口 出口地點 我打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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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夜晚 走兩次 走三次 就變成直陽 OK 第二幅地圖 出了六周之後 2.128 就是出口位 然後 再向北邊出口 順序 順序就可以去到這個沙漠的主城 老人家應該是第一個接觸任務 教我如何走出去 好嗎 繼續走 看 看到一點點 分佈 如何設計 用地圖 而且這個星寵地方不差 最主要今天想說一下如何走出去主城 沙漠主城 即是古代都市 啊 這裡應該 這個出口 我詳細流程都會貼出來 應該這裡 對了 這個就到了 屬於 煙之虹的 角度 應該是叫做 這個主城 座標是 128.249 再走出去 就是主城氣點 那 第三個北邊 就 座標是128.2 一樣 OK 其實是向北西北 這樣走 那 好 跟門口右側的NPC對話 就花錢回到海岸 右側的NPC 嘩 好特別 很像法老王那些都市 這個 OK 跟他對話 回到 回到海岸 他有說遺跡 還是在哪裏 啊 不是 跟這個 跟這個 對 這個 什麼什麼藍街 電單車旁邊 給15,000元 回到海岸 基本上要準備 15,000元 然後 再重回老人家 對話 跟他講完之後 就 以後 跟他對話 跟著 對話完 對話完之後 從此 從海岸到主城 就可以直接 一直往不過三次的地圖 沙漠之後 就可以了 老人旁邊 上面的NPC 販賣兩種哨子 藍色的哨子 就去綠色洲 黃色的哨子 是回到海岸 注意上述任務 過程中 不要使用 OK 看看這個 就是 販賣 黃色的哨子 黃色的哨子 是回到海岸 黃色哨子 回到海岸 對話 藍色哨子 就回到 綠洲 就是剛剛我們中途 去的綠洲 OK 那我們試一下 現在完成了之後 我們再走多一次 看看是不是 全部都向北邊 走三次 就已經可以到路線 好 但我想 應該可以 繼續乘車 速發之後 驗靜下 到底是不是全部走 北方都可以去到 就是向前方走 我就什麼都不懂 哈哈 你看到 Status 設計方面 也有 深思過的 看見邊緣就是 應該 一會向北走 你看我穿越北方 啊 這裡 其實看到這裡有兩個 花叉位 中間就是 方便些 不懂得走 的 玩家 做完之後 方便他們 以後 進入沙漠地圖 就是煙之熊 都市 我自己改的 煙之熊 都市 可以 方便一點 快一點 走到出去 那應該還可以 save point 但是 那個point 應該之後再找一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 喜歡 一直向北走 穿越這個沙漠 我們有一個叫沙哈拉沙漠 有很多沙漠 ECO裡面叫做 煙之熊沙漠 有很多沙漠 好 出口位 這裡 第二幅地圖 第三幅地圖 都一樣 應該向北走 調整回到北方 一直向前走 所以 買了一些沙漠 用來回到綠洲 和這個 鬼旺用 我猜是 一直向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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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天啊 應該差不多到了 我猜 這是一個忽生地圖 以前的中文版都還沒出現 好 出口 看到了 這裡 這些怪物都不算很難 OK 見證一下 不是到了 OK 到了 這裡有一個復活戰士 可以 可以 到這個 煙之熊沙漠 古代 遺跡都市 也有很多 這些詳細的地方 怎麼走 基本上 就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穿越沙漠 帶到煙之熊 都市的方法 以後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就應該可以 做完這個之後 就 看了這條片 就懂得怎麼去這個都市 好 剛剛 說完之後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原來 當你做完這個 穿越沙漠的任務之後 那個 應該叫支線任務 還是主線任務 總之穿越那個任務 和老伯說完之後 你可以跟這個人說回來 之後 以後 就給他一萬五千元 就可以回到海岸 然後 就 回到海岸之後 你如果下次想穿過去 就不用走沙漠 就可以直接點這個 這個NPC 有個車仔 旁邊 就給一萬五千元 就回到那個 煙之熊 古代都市遺跡 基本上 就可以 可以 兩邊 互相這樣去 穿越 就不需要再經過沙漠 對 以後 如果你們想來的話 就做完 剛剛 前面的部分 任務之後 就可以 跟這個NPC說話 就有個車仔 送你過來 他駕駛車送你過來 但是 如果你沒有做過 剛剛任務 就不 我試過了 開始點沙漠 那個NPC 是沒有 沒有任何反應的 好 今天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 還有我會把詳細的情緒 都會放在YouTube的資訊 裡面 就這樣 拜拜